如意传令妃派他出场 证实如意凌云彻有事 凌云不能保护你 如意传正在热播中 凌云彻对于如意来说 有了救命之恩 为报恩如意 将凌云彻调到狱前当差 凌云彻铭记如意的恩情 暗地里默默地保护如意 不知不觉对容易动了真情 如意明白凌云彻的心思 但是身为皇后的如意 不可做出让天下人耻笑的事 凌云彻屡次保护皇上身的皇帝的信任 皇帝将自己的御前宫女冒欠 徐佩给了凌云彻 这是圣恩 凌云彻只能接下这一次 但是冒欠的出身高贵 他看不起凌云彻的出身 多此侮辱 以至于两人的感情不和谐 凌云彻回到家里的日子少之又少 如意赞木兰险些被人杀害 是凌云彻 为如意挡下一斗 令妃借此机会四处传言 如意与凌云彻流染 多疑的皇帝为了颜面 自然是忍耐不住 叫来如意询问此事 如意如实告知 对待凌云彻 只不过是救命之情而已 这是令妃把冒歉带来 张口就辱骂凌云彻 是多么的无情 辱骂凌云彻整日不回家 回到家里 连睡觉时梦中 叫的都是如意的名字 仅凭冒歉的一面之词 皇帝怎么会轻易相信 冒歉又当众拿出来一只 就靴在上面绣着如意云纹 如意为自己辩解 那是在冷宫时 为了报答凌云彻的救命之言 所以索心绣的 皇帝早已无心听如意辩解 而是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 凌云彻赶来当众给了冒歉一巴掌 皇帝看到此时的凌云彻 早就忘了 这是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人 而是为了自己的颜面 不加思索的是凌云彻很坦然的说出 对如意的感情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跟如意一点关系都没有 凌云彻未保如意 平安无事 当众拔剑自杀了 如意说 你怎么那么傻 凌云彻说 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好了 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